你的事我的事都是新北市 过去妇女朋友不管是在家庭 或者是在职场上 其实经常受到一些不公平的一个对待 那当然随着一个社会风气的一个改变 观念的一个进步呢 开始慢慢重视两性平权这件事情 但是也不可否认的 妇女朋友在现今的一个职场上 或多或少都还是有不被平等对待的一个情况出现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建构职场上的一个性平的一个环境呢 欢迎观众朋友们参加我们今天的一个活动的一个讨论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先来介绍参加今天节目的来宾 第一位介绍的是我们新北市的劳工局局长 陈瑞佳局长 局长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 在介绍的是我们新北市议员洪家军洪议员 主持人还有我们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 在介绍的是我们两性平权律师 王如玄律师 律师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 非常欢迎三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跟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两性平权 在职场上两性平权这件事情 那大家可能会很奇怪 为什么请到这个家军议员 首先先问他一下好了 因为其实家军自己应该有这个切身的感受 因为在你毕竟在你这个历届的选议员的过程当中 应该常常被人家谈到 都不许说歧视 就是躺着选 因为过程当中可能就怀孕嘛 然后大家就开始说 躺着选就能上 或者是说可能又要面临到连任的时候 又开始关心你这个怀孕的相关的问题 那您自己当时有没有觉得这是一种歧视 对没错 其实一开始 那时候我第一阶下去选的时候 在二十几岁 那刚好那个时候就三怀六脚 我还记得那时候 就好像现在是11月26 我那时候已经即将临盆 其实就很明显 尽管你再怎么瘦啦 但还是感觉得出来 对对对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在候选人当中 你会怎么会有一个孕妇来到现场 是 那再来就是说 有时候有一些 多数都是男性候选人 就说 哎呀你今天你不用来啦 躺着选就可以啦 对不对 尤其到现在 我现在已经第四季了 还到现在还有人在鼓励我 那你怎么用这种 是不是在这里要躺着选 那那个语言 我就觉得说 天哪用那么多次还不腻吗 对不对 那当然也因为这个过程当中 说真的 也没有因为说这样的语言就会去做退缩 或者呢就绝对不生小孩 我刚好这四季 一届生一个给他看 是 对 你想要第五季 他们还一样用这个方式 我真的想要再面对这样一个镜头 说这样够了 不要这样子 对已经生了四个了 对 在这个 小子化的现在 我觉得家军议员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一个学习的对象 可是我也要提到就是说 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会用这样一个语言方式 但是那多数都是你的竞争对手 是 那多数的民众 民众 其实都会多一些你知道吗 疼惜忍悯这样的一个 提醒你要注意 对没错没错 而且都你知道 女士优先之外 幸福更优先 我觉得也挺不错的 是 尤其有一些比较少年纪的 妈妈那种 更是会觉得心疼你 对 对 会觉得大挂一师傅 这真正好 还可以倒三缸 所以我觉得 其实同样一件事情 女性重振好了 在职场上 一般你会面对那种有时候 一些负面的语言或各方面 但是我觉得啊 当你不断坚定的去 做一些突破的时候 其实哦 你自己周遭的环境就改变了 而且人家也会更 你知道啊 去信任你 也更相信你 同时呢 你也更能够你知道 增加自己的能量 可以被挑战 是 那除了说 那个选四年生四个之外 其实在那个 服务选民的过程当中 可能要跑通啊 对不对 应该最想要遇到的就是 敬酒这件事情吧 对没错 我每次都会说 我酒喝够多了 我坐月子 都在喝麻油机 所以呢 就是在跑行程 其实我不喝酒的 那看到酒 其实就你知道啊 跳过去 散过去 还有各种方式 你就会看不到 我在喝酒的画面 对 那一般来讲哦 到现在其实民众 其实也会慢慢 越来越习惯 还有大家 民众对于 民意代表的期待 会觉得说 你把你的分类事情做好 做好 你也不见得要跟我 这么的 一个方式 当然或许 镜头前很多男性的 从事人是说 对 对 所以多多少少 真的真的 所以不可避免的 可能在很多的一个场合 都会遇到所谓 两性平权 或者是说 差别大于这件事情 因为 因为毕竟你在那边敬酒 人家可能会觉得 你看我没有 你是嫂子 你是女生 人家男生就不会 所以人家要去找男生 因为毕竟那样的场合 男生还是比较多 应酬的场合 男生比较多 对 所以多会遇到这种情况 所以现在拜疫情所事啊 刚好 现在行程不能够进酒 是是是 所以我还是比较轻松 是 那我请教王律师 就是 其实刚刚家军所谈的 这样的一个例子 其实 到底他算不算是一种 两性不平等 就是有点性别差异 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 对 其实我只要讲一个例子 你就会知道他有没有性别差异 你知道 纽西兰的总理啊 是一个女性 是 就她一当选上了之后呢 她就怀孕 然后后来就请了产假 嗯 那是纽西兰 第一个 全世界大概第二个 就要在总理这么重要的 一个位置上面 请产假 你可以想像如果在台湾 哇 今天如果 我们的行政院长 是女性 然后她去 请产假 对 然后八个礼拜不出现 我们的人民 能不能够接受 是 就像刚刚家军议员在提到 她其实非常认真努力 我每次去树林的时候 我都看到她 各式各样的场合都出现 真的 然后跟我们的基层朋友非常密切的接触 非常关切我们的劳工议题 我们的妇女议题 嗯 所以她每个场合都出现 即便她停着 怀孕的大肚子 是 她都得出现了 所以她没有办法说 劳基法规定八个礼拜产假 然后我就请足八个礼拜 对 请足八个礼拜 在家里面躺着 因为我都会比较好生 突然走动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 对女性来讲 女性的政治人物来讲 在台湾目前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下面 还是 其实 作为一个女性的重生人物 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 她工作要做 而且是24小时无休 对不对 然后自己本身你看 怀孕啊 然后生残啊 是 都还是得 挺着肚子 那么去做选民的服务等相关的一些工作 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 女性的政治人物跟男性的政治人物 要付出的代价 真的 其实多很多 感觉好像男性的政治人物 然后他就可以把那个七小就丢在家里 然后他好好的去外面平室 可是女生不行 我还看到有议员 就是时间到了他必须回家煮饭 带小孩 因为老公觉得说 不管你就是要从政没关系 但是你家里要顾好 就是两头烧 但是家军还好 家里有一个闲内住吗 老公非常非常的照顾小朋友 我要说 是 很多人问我怎么有办法生到四个 是 我说关键在先生 真的 因为他愿意去帮忙你知道 第一 就是 不论是精神上或时间安排 全力支持我做这些努力 而且再第二个 其实他非常了解我的工作形态 所以大家互相了解 互相了解 的一个能力是强的 再加上其实 因为 喜欢小孩这个区块 所以其实 他常跟我讲一句话 跑完行程辛苦了 你去休息小孩交给我 你看 好天心喔 好天心喔 我觉得这是关键 真的 其实小朋友喜欢跟爸爸在一起 爸爸会带着小朋友玩 比较好玩 妈妈会管啊 这不行 这个不行 对 反而是爸爸是带着小孩玩的 那我想请教这个局长 就是 呃 其实职场上 呃 都会有一些不平等的 就是男女的一个差异啊 那个 呃 不姓平的这件事情发生 那 我们新北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才注重这样一个职场平等 这件事情 其实行政机关长久以来就是 非常注重有关于性别平等 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议题 是 所以我们大概有成立一个 所谓的就业歧视评议委员会 嗯 专门来 来处理一些 有关于性别工作平等 这样的一个申诉的一个案件 嗯 那目前已经到达了12届了 哦 那我想 刚 两位来宾或主持人刚刚提到 大部分的性别这样的一个歧视 还是落在女性会比较多 对 那可是当然不见得只有女性 嗯 我们也曾经遇过第三性的 哦 一个就业歧视的案件 是 所以我们除了就业歧视评议委员会 这样的一个组织 来协助民众的申诉以外 其实我们在民国96年 我们也成立一个性别工作宣导团 嗯 我们直接入场去做宣导 嗯 跟这些所谓的雇主啦 或是人资做一些宣导 就是说哪一些可能容易遇到 所谓的性别歧视啊 就业歧视这样的一个概念 嗯 所以我们大概每一年都会有 将近一百场次的这样的一个宣导 嗯 就是希望能够减轻我们在职场上的一个性别 不平等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存在 是 所以我们新北市算是还蛮早就开始注重 注意这件事情了 是是是 嗯 那我想要请教这个律师喔 就是 呃 您应该也常常会受理一些民众 跟您这边的一个呃 陈情吧 要处理他们的一个案件 所以常见的这个职场上 性别不平等的 主要都是哪一些的一个类别呢 对 我觉得主持人问得非常好 先补充一下 刚刚局长提到 因为局长自己可能本身在新北市政府服务喔 所以比较客气 嗯 对 这是官方认证的 简单讲叫做 新北市已经连续两届 就是四年 是全国所有县市性别平等的评鉴 全国第一名 哦 比台北市做的还好 是 这非常非常不容易 因为你知道新北市的资源比不上台北市啊 对啊 因为新北市 我们29个乡镇 然后再来加上新北市我们的人口数那么多 哇很多 然后我们的预算去除以 我们的人口数 事实上每一个人能够分到的那个金额 基本上比台北市少太多 可是你想想看 我们竟然有办法在性别平等的评鉴 是 连续两届 全国第一名 第三届我们就不用评了 因为你每次都给他拿第一名 哈哈哈哈 免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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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第三届就不用再评了 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新北市政府对性别平等的 呃 从投入啊 有多多 嗯 那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在于 我觉得新北市 就是 呃 唤起那个市民的那个荣誉感 哦 你知道我们新北的那个性别平等的代表动物 季儿啊 是 是 这就跟刚刚佳君也提到了 就是说 妈妈负责生小孩 但是爸爸是负责孵蛋的那一个 对对对 他可以不眠 不休不吃 然后在那边孵那个蛋 你看 如果我们人类跟妻儿一样都可以这样的家庭分工的话 哦 男性 嗯 男性的劳参率可以到67%左右 嗯 女性呢大概只有51.4%左右 嗯 劳参率比较低 然后薪资 薪资的差异 嗯 嗯 我们今年的同酬日呢是2月27号 嗯 2月27就是简单讲 110年 男生赚的钱 如果女生也要赚到那么多 嗯 我要做到今年的2月27号 110 11年的2月27号 多做58天 哇 我才有办法赚到跟他一样多的钱 嗯 所以我们劳参率这么低 嗯 然后我们赚的钱又这么的少 嗯 那为什么 我们资产不够友善 那怎么样的不友善法 我目前所谓到的所有申诉案件 性别就会歧视的部分 最大宗 最大宗是怀孕歧视 嗯 就怀孕那雇主就觉得呢 你会影响工作效率 对 比如说常常就给你一个不友善的环境 就告诉你说 啊怀孕的女人会变笨啊 或者就告诉你说呢 小孩子啊 三岁定终生 而且要亲自照顾比较好 嗯 劝你回家 啊再不然呢 干脆就叫你不要来了 嗯 这种怀孕歧视其实是最大宗的 那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职场性骚扰 嗯 对 就是有时候 上司对下属 然后就 利用群势 利用群势 那他就抓住你要这份工作嘛 嗯 那你也不敢讲 不敢讲 到最后呢 委居没办法求全的时候呢 他可能就离开了职场 嗯 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目前在整个性别工作评论法里面的申诉啊 最多的 全国一年大概有四百多件 四百多件 那最大宗的就是怀孕歧视 就是再来就所谓的职场性骚扰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嗯 所以像这两个已经算是蛮大宗的 对不对 这是有来申诉的 但是如果看到还不敢讲出来的那些应该是更多吧 有些可能就是怀孕了只好鼻子摸一摸就回去自己吃自己了 或者是尤其是那种骚扰的这件事情 女生很可能就是不敢讲嘛 就是隐忍 所以很多还是我们看不到的 但是一旦发生这件事情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样保护自己 我想先请到局长 就是说我们在受理 如果说不是走 就是收到这个申诉的话 我们会启动什么样的一个机制去处理 是 我再补充一下 刚刚王律师讲的 就是说怀孕歧视跟性肇好 其实我们在就业歧视的统计当中 其实这两类也是我们的前两名 我想各县市几乎都是前两名 那我们第三名叫做所谓的育婴流鼎的不利对待 大概也跟生小孩子有关系 所以刚刚主持人有特别提到 就是说怎么样去做这样的一个申诉 所以我是觉得第一个啦 当然要先保存证据 因为你要申诉一定要有证据 所以包括很多对话啦 或者是耐的这些对话 或者是如果有什么样的证人 或是什么样的证据要先保存 第二个可以跟当地的所谓的劳工行政主管机关 这边来申诉 那申诉以后我们就会启动调查 那我们的调查跟所谓的警察不一样 我前几天就参加一个论坛 有人讲说有一些证据在我们行政机关认不认 其实我们在行政机关 我们没有像警察所谓的刑案那样子 有些不合法取得的证据我们是不认的 你只要拿得出来在行政机关 其实都是才认的 所以我刚刚讲说保全证据很重要 第二个就是说跟行政机关来检举 检举了以后我们就会约谈双方 然后看双方所提出来的这些证据资料 再提到我们的就业歧视评议委员会 来做一些审议 大概我们的程序大概是这样子 是就是保全证据保护自己 如果说真的在跟雇主的一个沟通过程当中 有受到不平等的一个对待的时候 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保护好自己 然后把证据留下来 那我在想家居您这里有没有 也收到过民众来跟你这边的一个诚情之类的 我这么说 自己曾经就在行程过程当中被信捎了 这个各位可能没听我说过 是对 而且一般人对我 一般我给人家议员就是说 下来他们知道我会跆拳道很多 是啊还敢 还敢啦 他怎么信捎法 当然有的是酒喝多了 然后整个人就 对 对 还要跟那个放口的样子 再来还有一招 或许还有很多好朋友 不见是名医代表大家都遇到过 我不知道 我律师有没有遇到这种 我来你手借我一下 抠手心 哦 这是什么意思啊 天哪 以前刚开始我不知道你知道吗 我刚出社会的时候不晓得 不知道他在干嘛 以为是什么 人家说哪一些的一个行规啊 或有一些特殊的一个用 后来人家告诉我 这就是性骚扰 对 然后呢 曾经有一位 我那个就是在政治前的一个前辈 也是女性的 他说当你到这个状况 你就要很明确的让他知道 你不要跟我来玩这一套 对 不要让他持续这样子 不当的对待你 所以我现在都多了一招 又不伤和气哦 就像你知道我用哪一招吗 来手来一下 手来一下 当他抠掌心对不对 我就会用力的握下去 用力的握下去 啊 这样子让他知道我 力量是够的 是 那是你啊 像我的手这么小只 我可能 反握的话我会受伤 对 尤其有时候男性 他的手就特别大了 对 又特别有力量的时候 而且他可能动作又更大的时候 他是突如其来的 你要闪可能还闪不了 对 因为有时候你可怜 他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对啊 因为是一个开放场域 是 maybe 是在一个餐厅 人来人往 我们的婚商喜庆这么多 对 对 然后有时候酒喝下去 那些有些动作有时候 对 然后他会说 那你误会啦 没有 而且周边的人 他可能没有看得很细 对不对 所以你说他找这人 其实也不好找 不容易 而且他说我是你的姊姊姊 对啊 我偏偏偏偏偏偏偏 那你可能也不敢去反抗还是什么 所以我想请到律师 那如果针对 像家君刚刚讲的 这样的一个性骚扰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 其实很多女生 就是会怕是二度伤害 三度伤害 因为可能我讲的 大家会不相信 对不对 只相信男生 不相信女生 你自己误会人家 或者是怎么样 就是一个 对对对对 都是怪罪在女性的身上 是 是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法律上其实是有救济途径的 是 但是我觉得这个需要整个社会氛围 大家共同来支持 我举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我们某一个台北市议员 也是春酒的时候去敬酒 结果呢 也是被选民拉手强吻 还说出猥亵的话 可是你知道吗 因为要选票嘛 所以他 他也某种程度就当做 忍耐 不知道 也不会像一般我们教导女孩子 现代社会都告诉他说 就一巴掌 叫他去死 真的 真的 没办法 那个场合 那怎么办呢 你知道这个议员 他继续逐桌敬酒 全部都敬完了 然后主人送他上保姆车的时候 那主人还跟他讲说 议员啊 明年要再来喔 那你知道那议员 会不会跟他讲说 这里这么危险我不要来 不会 对 他还跟主人讲说呢 你这么挺我一定挺你嘛 所以你只要邀请我绝对到 可是他上了那个保姆车之后呢 就开始哭 就开始哭 就很委屈 所以 为什么他不敢 为什么他不敢出来 大家可以开始想 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大家也可以知道 就是说 他是一个求职者 去一个上市公司应征喔 结果那个人资经理啊 就告诉他说 我留美 我们大家都很开放 偶尔我们讲一点黄色笑话 甚至还会捏一下屁股 请问你可以吗 不可以 可是你知道吗 这个求职者 他考前拆一百题 就没有这一题 你知道吗 他就当场弄住了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结果呢 这个人资主管又跟他讲说 那请问一下你三维多少 他真的没有意识到 完全不知如何处理 是好 这样 然后呢 那个主管进来还问 那我这样说 你会不会觉得很尴尬 你知道这女孩子的反应是 不会 我觉得很舒服 蛤 为什么 为什么 第一个他很想要工作 然后第二个就是 刚刚主持人提到的 就是说 他当下如果有反应 去到人家的场合 对不对 你当下如果抗议 外面的人冲进来 他都不知道说 人家到底相信对方 还是相信我 然后会不会让自己处于一个更 更不利的一个处境 所以 他就非常的犹豫 可是出了那个 interview的那个 房间之后 他 他 那个当下他非常的 懊恼 他就想 我为什么不敢反抗 对 但是其实很可以想象 他为什么不敢反抗 这个就叫做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所以刚刚局长讲得非常好 就是说 保留证据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保留证据 可是当下他怎么可能会知道 他的主管会这样子问他 但是保留证据这件事情 其实 没有叫你要现场实况转播 你可以之后 譬如说你觉得很不舒服 你之后 打个电话给他录音 你跟他讲说 我今天参加interview 我想要补充一下 你问我那个问题 我后来想一想 怎么样怎么样 回复当场的那个状况 把那个证据留下来 我想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你知道吗 我们 要不采取 不采取申诉 不采取诉手 如果我一定要做 我就一定要让他成功 要让对方受到教训 不然对方就会觉得说 你看吧 你高半天你都不会啊 他就会越来越嚣张 他就越来越嚣张 而且他一旦进去职场之后 以后受到的一些待遇 什么的可能 他真的是没法讲了 而且那个主管就说 你一开始你也没觉得怎么样啊 你怎么都很配合啊 什么什么的 就开始一大分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 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说 社会大众对于性少 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因为你知道啊 不管是女性 自己本身可能很多是被害者 然后男性 你也有妈妈 你也有姐妹嘛 你也有女儿嘛 你也希望他得到公平的一个对待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 是公司的态度 公司的态度 我自己在处理个案的时候 我发现有些公司 是非常有概念的 你知道我曾经出去过一个案件啊 他是一个上市公司 然后呢 他们公司呢 非常重视性骚扰相关的议题 那大家都知道说 性骚扰的定义 其实不是只有那个跟性有关 跟性别有关也算 让人家觉得不舒服 不自在觉得被冒犯 被侮辱他都是 所以不只是动手动脚 毛手毛脚讲黄色笑话 还有那种性别的偏差 那个案子呢 就是这个上市公司啊 他们有一个高阶主管 然后他其实是一个 非常慈祥的叔父 可是他碰到他们公司 年轻的女孩子啊 常常就会跟这些女孩子讲说呢 哎呦你们女孩子干嘛加班 下班的赶快去约会 找个好男人架 有人赚钱给你 你只要回家负责数钱就好 其实这个歐地上看起来 就感觉 平常听这个好像还好耶 对 可是那个当下你知道吗 后来有五个女孩子去告他性骚扰 那个主管就非常的shock 你知道吗 他就觉得说 这样有事喔 可是你知道吗 因为公司的政策 公司的政策 非常清楚 禁止任何职场里面的性骚扰 那我去做访谈的时候呢 那个高阶主管呢 你知道他一辈子在这个公司里面服务 然后呢 声誉也都非常非常的好 一辈子很清白 就为了这个性骚扰的申诉喔 你知道额头啊 就写了三个字叫萤火虫 就被人家这样认定耶 对他都睡不着你知道吗 然后他的太太跟他的女儿就骂他啊 说你上班就上班 你跟他讲这些五十三的干什么 然后这个主管就说 他其实是一番好意 因为他们家里的分工就这样 他负责赚钱 他太太负责在家里照顾小孩 他们生了一个女儿 当老师也非常的优秀 他觉得这是一个 他想象当中的幸福美满的家庭 可是这种言辞 在古代社会可以接受喔 可是现在年轻的女孩子啊 她没办法接受喔 她会觉得 我靠自己赚钱 爱怎么花就怎么花 我不用人家给我管 我不用身手跟人家拿钱 我不是很自由吗 我为什么一定要去找个好的男人嫁 然后我在家里面相夫教职 不接受 他们就真的去告喔 然后呢 最后性上我是成立的喔 所以我就说这个主管 他一夕之间呢 就从一个非常高阶的主管 然后额头就写萤火虫 嗯 他都已经难过到他想退休 你知道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公司重视的话 一个事件杀鸡井献猴之后 所有的 都不敢再讲这些事了 都不敢再讲这些事了 然后呢公司教育训练再下去 大家就知道说 原来性骚扰定义这么的广 嗯 所以 呃不只性的骚扰 还包括性别的骚扰 他就会在这个公司里面 建立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企业文化 嗯哼 是 好那其实 刚刚讲到这样 这样就是民众 应该怎么样来自救啦 那 当然刚刚律师有提到说 就是 诶 这个雇主企业的一个观念很重要 所以我想要请教这个局长 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去鼓励企业 鼓励雇主能够建构一个 平等的一个救职环境 我想这个企业本身 应该还是要有这样的一个自觉啦 因为 你光靠行政机关的一个 太多的一个干涉 或者是说 行政机关 透过一些法令的规定 会做的 他就会做 不会做的他 他还是会闪避这样的规定 所以我是觉得说 自觉 企业的一些自觉 或是企业的自动自发 其实蛮重要 那当然行政机关 只能站在鼓励的 有一些鼓励的一些角色 去推动 是 就是给他一些协助 在法令上 或是一些宣导 这一方面 给他去做一些协助 所以 像我们在推动一些 建构企业的一个友善职场 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 今年是第三年 其实算是蛮有一些成就 就是说 我们希望企业能够建构 更完善的这样的友善职场 让员工企业 甚至我们 我们的 达到 还有雇主这边 能够达到一个山影的一个局面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 光靠政府的力量 其实是不够的 还是要透过一些民间 甚至企业这边主动来提供 所以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说 建构这样一个友善企业 你只要提供 你愿意给他有心的家庭照顾家 这个都是由于法令 那我们现在是用鼓励的方式 我们给了一点点奖金 希望引起社会大众的一些注意 引起我们企业的一个注意 所以我们大概 今年推动第三年 像之前大概都有十几家来参与 今年已经突破到五十九家 我想这个是 就是我们希望更多的企业能够加入 加入这样一个友善的职场 那另外一个 可能大家比较没有关心的部分 大概就是有关于职场霸凌这一块 对 其实职场霸凌在职场上 也是遇到了一个蛮严重的一个问题 那职场霸凌就如我们刚刚律师讲到 可能跟姓少 这个其实有时候很难去界定 可是如果说你公司愿意去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 其实它就会不见 可是如果你公司的高层 对这种职场霸凌涉不见 这个是会像瘟疫一样是会蔓延的 所以说我们一直在推动所谓的职场霸凌这一块 我们有一些职场霸凌的预防的一个宣导团 透过一些专家学者进场去协助这些职场 协助这些企业怎么样预防职场霸凌 让这些霸凌不要在所谓的职场上出现 其实这种职场霸凌就是如我们刚刚王律师提到的 他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说职场霸凌是我要骂你才算职场霸凌 可是不是职场霸凌真的是相当的广泛 我讲白一点我们一群人去吃饭就故意不约你 算不算职场霸凌 这算吗律师 算 算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跟性沙导一样 有时候这种定义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 可是遇到的时候他们才清楚这叫职场霸凌 所以职场霸凌跟性沙导未来其实也是大家会很重视的一块 所以我们目前也积极在推动这一块 要预防 不要说等到事情发生了以后才来说 为什么我们企业没有做到这一块 政府机关没有重视到这一块 所以如同我们之前发生在疫情期间有发生过一件 那个检举他的老板说疫情期间在外 因为居隔期间在外面趴趴走 那一件事情 就被fired掉了 这也是算是职场霸凌的一种 可是目前对职场霸凌来讲 劳动法庭的规定其实是 有所谓的限期改善的一个空间 所以也没有直接罚款的处分 因为毕竟这种东西 还是介于所谓的模糊地道 所以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限期改善 让企业知道说你这种行为是属于职场霸凌 你要好好的去做一些调整跟改善 以后不要再犯 大概是这样子 可是我很好奇后来那一位有继续留着吗 后来是双方是和解的 是 那企业离开了吧 就离开和解 对啊因为他如果再继续待在那里 可能公司的其他同仁对他也会另眼相看 是没有错 所以有时候职场霸凌处理到后面的时候 会大部分都会选择离开 因为他觉得说继续待下来 会有一些异样的眼光 对啊他自己待在也不舒服 是 再请教这个律师 像刚刚局长讲的是其中的一种职场霸凌 还有其他的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到底怎样就是职场霸凌了 我其实应该要为自己站出来了 对其实我们职场霸凌目前只有在我们劳工安全卫生法里面 有一些职业安全卫生法里面只有规定了一个 一款的一个小小的条文 你看我们性骚扰部分我们在性别工作平等法里面 他就有一个专章 然后他就会规范说 故主要防止性骚扰事情的发生 他要采取事前预防事后处理的一个正确的态度 然后他要定一些规章 要设申诉管道 要采取立即有效的纠正补救措施 他就有很详尽的一个规定 但是即便有一个很详尽的规定 什么叫做性骚扰 他有时候也是要组一个委员会 从性别的角度切入 大家共同来判断 在这种情境之下 人是实地物 对不对 这种情境之下 够不构成所谓的性骚扰 就像拥抱 你在机场看到接机的时候 抱就不算嘛 对不对 但是在工作职场上面看到你就抱 你可能就是性骚扰 同一个动作可能会在不同的情境 会有不同的认定 我们在性骚扰部分 因为性别工作平等法规定的非常的清楚 但是职场霸凌的部分 到目前我们 劳动部对职场霸凌的 法律的规范其实是不健全的 还有很多努力的一个空间 不过一般来讲 大家认为职场霸凌 不只是刚刚提到的 那种把你排挤啊孤立啊 甚至于呢 抢工都有可能是啊 明明就你做的 有人全部都抢走这样 然后也会让你觉得非常 或者甚至于 有的给你很多的工作 是一种职场霸凌 还有一种呢 把你兵起来 让你在那边很没有成就感 那也可能是一个职场霸凌 这好像日本的那个电视剧有演过 就这样把你关在一个小房间 对 所以让你什么事都不做 然后 而且大家从那边经过看着你 哦 那很可怕耶 对 所以职场霸凌的定义啊 对 对 对 有的身上朋友在职场上面 大家常常就会觉得 啊那个人工作效率不好 或者就是在那边耳语啊 啊这个人怎样怎样 跟我们不一样 其实 他就是一个不友善的工作职场 就是一个不友善的一个工作职场 所以 背后一定有一个因素 他觉得他比你强 他比你优嘛 所以他才敢欺负你嘛 大家都这样啊 就事实挑软的吃嘛 对 所以其实职场霸凌的部分 基本上 我们期待啦 将来其实 不管是在我们 职业安全卫生法里面定一个专章 或者甚至应该定一个专法 嗯 职场霸凌的一个相关的法律规范 也许我们新北市 我们议员下一届可以来试试看 一个专法 然后走在全国的前面 第一 对 这个我再补充一下 因为 因为刚刚我讲的 那个个案 其实我们也做过一些研究 就如同刚刚律师提到的 其实霸凌有很多种 是不是每一种 假设真的以后订了专法 是不是每一种都要 就直接套进去 都要 都要行政机关去介入 我刚刚讲的 最简单的就是说 我吃饭去排挤你 这种是不是要行政机关去介入 你要跟他一起吃饭 你不能不跟他吃饭 那幸早 那个部分确实已经 严重影响到 所谓的我们的一些人格 或者是 或一些身体的一个侵害 所以那一块到比较明确 所以 我们之前也做过一些 请老师做过一些研究 就是说 如果真的要定 应该是要全国性 因为毕竟 这种劳动人口 是全国性移动的 都有 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劳动法规 都是全国 我想 律师当过我们主委 我的老长官 他很清楚 劳动法规现在全部都是全国性的 很少有地方自治条例 目前大概只有外送平台 这个管理条例 对 其他都是全国性 为什么 因为劳工是移动 他是跨县市工作的 可是如果说 你县市政府来定 他可能管不到其他县市政府 就会有这样的问题 跨个趋作那个 所以我们因为透过这样的研究 我们也认了 他老师也认了 给我们建议说 要定可能要 第一个 要去定义哪些是霸凌 是行政机关要管的 第二个可能要全国性的一致性 因为这是未来 刚刚 我想王律师也提到 就是说 未来可能大家会面临到的一个问题 尤其 社会越来越进步的时候 很多的霸凌 其实会出现 刚刚律师已经讲了很多种 很多种样态 其实很多人都不觉得说 这是霸凌 可是霸凌的又是不是 行政机关要介入 这个可能也要 去做一些比较明确的一些定义 未来可能 行政机关才可以去介入 不然 我想以后 管不完 管不完 他讲的没有错 那个老师就管不完 以后 行政机关可能会管不完 那随时 两个人对骂是不是霸凌 是 可是要不要介入 就这种 很多时候是可能是 双方的一些民事纠纷 可能回归到一些民事 或是公司内部的管理 应该去处理的事情 是不是一定要 到行政机关这边来处理 这可能都是两难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 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路要走 刚刚家俊要补充哪个部分 刚刚局长在提 我也是思考到 知识条例这一块 其实局长刚才提到 除了外送源 这一个知识条例 中央还没 我们先行 这一块真的要先肯定新北市 但我刚才也在一直思考 就是说 那如果要做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主题 其实刚刚局长 有跟大家来说明 有思考过 那目前的状态 是到这个阶段 那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可以打造这种 比较友善的一个环境 说到有时候 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好比有一些 家暴的这个案例也是 我一到家暴这样的一个保护力下去 难道真的保护到这一个女性吗 但这又是另外一个议题 那就是说 就是公权力的一个介入的方式 我觉得很重要 否则有时候 不见得是 你知道帮助到这一个 对 没有解决问题 对 包括学校也是 我们都在思考 就是说 我们还可以怎么做 还可以怎么做 那当然这段期间 其实家俊 我一直在 就是一位当中是教育小组 我们也关心很多到 就是有关于 校园霸凌的问题 那现在我们对应的一个方式 除了就是 各种的一个 友善环境的一个打造之外 我们推动正念教育 那正念教育这一块 也不是只有学校端 而我们也期待就是说 有机会可以推动到 就是职场上 包含像运动这一块也都是 那再拉回来 霸凌这件事情 其实正念教育 它会运用一个方式 就是自我觉察 然后透过自我觉察 包含你的情绪 包含就是 你周边的一个 你跟人的一个互动 其实都可以产生一些 就是 一些改变 那 但是我总是 还是回到 刚刚那样的一个议题 还是会期待 对 因为大家对于政府 尤其地方政府这边 其实琢磨非常多 跟我们生活 其实很多 一些相关的知识条例 它也不是只有在约束我们 我们更会期待就是说 它可以营造一个 你知道 人体的一个社会氛围 不论是女性 这样的一个性别歧视 或者霸凌的问题 其实都可以越来越降低 是 我再请教这个律师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 应该是说 两性我们都觉得男生女生 但是现在 有所谓的一个第三性 对不对 那他们在职场上应该 面对到的一个问题 应该也是蛮大的吧 很多 其实基本上我们讲性别 现在的用语 就叫做多元性别 所以不只是生理性别 生理男生理女 有的还甚至于是双性人 身上同时有 男性跟女性的生理特征 生理性别 然后性别特质 譬如说我们常常会嘲讽 女孩子说 你这个人 男人婆 或者嘲讽 男生的男 娘娘腔 这性别特质的歧视 还有呢 性别认同 性别认同 譬如说 有人是顺性别 就是我的身体性别 假设是女 我的性别认同也是女 这个就一般的顺性别 那另外有一种是跨性别的 譬如说我的身体性别是女 但是我的性别认同是男 这个在台湾社会 问题比较大 因为女生穿藏裤 已经大家很正常 对 但是有一种是 身体性别男 但他性别认同是女 那他要穿女装 要上女生厕所 他在目前现代的社会 你们就会遭遇到非常多的困境 还有另外一种是性倾向 譬如说同志 同志结婚等等相关的一些议题 那我要提的是 要提醒大家的是 现在法院对于性别认同的就业歧视的认定 已经非常非常的前进了 很多雇主是不晓得 然后就会触犯法律 我举几个例子 譬如说 我如果今天是跨性别 身体性别男 但我性别认同是女 我穿裙子来上班 然后我在求职的时候履历表写女 然后我要上女生的厕所 如果雇主反对 他会构成性别就业歧视 譬如说我今天 我身体性别虽然是男 但是我就是认同女 那我不要穿西装打领带 那我就是要穿裙子来 可不可以 那有的雇主就会觉得不能接受 他就会觉得你某种程度 就要不男不女 对不对 有些人会这样想 是不是 或者有一些人就会认为说 哎呀你穿成女装 你说不定是故意要来偷窥女生 甚至于趁机要性侵害女生 然后或者他去上女生的厕所 有的女生就会觉得 哇来了一个什么人 跟我一起上厕所 怪怪的 真的会怪怪的 我应该说 因为我们对于跨性别的认同 或者对跨性别的认识不够 所以我们常常有一些过度防卫 或者过度的假象 但是这一些 目前在现行的法院的实务的判决里面 都会认为 这是一种性别就业歧视 是一种性别就业歧视 是 所以其实雇主在对待我们的 这些跨性别的人事的时候 我们可能对于多元性别 要有多一点的认识 才不会触犯法律相关的规定 了解 那局长呢 我们在对第三性的这件事情 有没有处理过一些 有 就刚刚律师有提到 其实我们也处理过 类似的一个个案也有来申诉 就是说 他类似一种男生 可是他自己的认懂是女 他就要上女生的厕所 结果雇主有一点 觉得说你为什么要上女生厕所 结果他有点不符 有来做一个申诉 类似这种我们也 个案是比较少 不过也有曾经接受过 是 补充一下下就是说 有的雇主 他说你要上女生厕所 他还做个问卷调查 我们办公室里面 同不同意 同不同意 或者有的雇主就会说 我们楼下有一个无障碍厕所 那虽然他们公司在15楼 他就叫他去上楼下一楼的无障碍厕所 法院的判决里面他就会认为 第一个就是说 一般女生上女生厕所不用人家表决通过 为什么跨性别者要人家表决 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说 他会认为 要他去上一楼的无障碍厕所 对他来讲某种程度 叫做对他的性别认同的否定 所以其实也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是了解 其实我们今天讨论蛮多的一个案例 那当然就是希望说在职场上 真的能够创造一个两性平权 这样一个工作的环境 一个友善的环境 那当然如果说 民众真的有遇到一些不平等对待的话 就来找劳工局 然后找我们王律师这边来 去做chash 或者是找我们议员这边 都可以来去做一个处理 那我们也希望说 真的在整个职场上 是能够提供给大家 一个非常友善的 一个两性平权的一个环境 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 参加我们的节目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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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